那我們記者會的話就先開始 我們記者會的話就先開始 那今天是經濟民主聯合來到行政院前 我們召開稅收超增4000億 青年學貸要減免的記者會 那在記者會開始之前呢 我們大家先喊個口號 讓我唸一句大家唸一句 稅收超增4000億 青年學貸要減免 青年學貸要減免 稅收超增4000億 青年學貸要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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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們一直走舉起來 我們握拳向上表達我們的訴求 稅收超增4000億 青年學貸要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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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收超增4000億 青年學貸要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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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稍後 我們會再來喊一次 那跟各位說明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到 青年學貸招開這場記者會 那是因為 現在根據12月9號 陳政部公布的全國稅付收入的資料 截至今年11月底 政府整體的稅收已經高達了 3兆700多億 預計今年度整體的稅收 將會超增4500億元 而且呢 超增的稅收大多來自於 企業體在 營收在整體GDP成長下的增長 也就是說它是來自於 企業GDP的增長 然而對比2021年 受僱者報酬GDP佔比的比率 卻又創造了歷史新低 為43.038 我們可以發現說 在整體經濟表現亮眼的成績之下 其實它的代價是 日益惡化的所得分配不均 我們今天 上午在行政院前面 召開這場記者會 就是呼籲說 政府應當利用這些財政的收入 來補貼減免學生貸款 降低青年族群的經濟壓力 那首先我們先邀請到 經濟民主聯合的智庫周經濟人 賴東強賴律師來為我們發言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稅收的操增確實是反映 台灣的GDP的成長 但是呢我們要注意的是 其實GDP成長的果實 並沒有整比例的讓勞工的 以及青年人 獲得比較好的生活 比較好的收入 那我們看到最近 國際貨幣基金會 它預測台灣2022年的人均GDP 會達到33,140美元 再成長到35,510美元 會超過日本 以及韓國成為亞洲第一 大家聽起來是要覺得很高興嗎 但是在高興的同時 大家問一個問題 請問台灣的工程師的收入 有跟韓國一樣高嗎 我們GDP超過韓國 台灣的工程師的收入有超過韓國嗎 台灣的GDP如果超過日本 那台灣的計程車司機的收入 有超過日本嗎 再後面我們這些欺鼓的警察 台灣的GDP超過日本 台灣警察的待遇 有相當於日本的警察嗎 沒有 所以呢 所以 台灣的GDP 經濟成長的果實 並沒有等比例的讓受僱者 讓勞工讓青年人 能夠享有 那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台商西進 從1990年台商西進元年開始 台灣的勞工受僱者的抱頭佔GDP的比例 就從51.71%的高點 一年一年的往下降 到去年已經降到43.03%的歷史低點 這個經濟結構的問題 蔡政府應該要有所因應 那 長期的經濟的結構調整 需要時間 我們先來看短期的現象 我們先來看短期的現象 剛剛 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估計是 台灣的GDP 將要不斷的成長 要超越日本 超越韓國 但是主席處統計 今年一到九月的經常信心資 扣掉 通膨以後 一到九月實時信心資是41369 其實是減少的 比去年同期還要減少 這個是九年來 第一次的不成長 然後我們再觀察 十月份 再從41369 扣除通膨以後 實質金資 減到41346 所以 經濟不斷成長 GDP不斷成長 稅收不斷超增 但是 勞工的實質薪資 被通膨撕掉了以後 實質薪資是減少的 我們認為 這個現象 蔡政府除了長期的結構 經濟調整以外 也應該要有短期的因應 短期的因應 就是應該要把 超增的稅收 4500億 拿來填補 這裡面 財富分配的不均 那經濟成果果實的不均 青年貧窮 勞動貧窮的問題 應該被放在第一優先順位 那 根據人力銀行的統計 39歲以下的青年有 65%有付債 最主要是鞋貸、信貸、卡貸 及車貸 平均 存款 也是逐年下降 只有13.2萬元 那我們看到這段時間 央行 不斷的升息 房貸利率已經快要 多過2%了 那年輕人呢 如果沒有房貸 他租房子 也請大家注意到 租屋族有沒有更好過 12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那個 房租類的指數來到 率值高107.14 一是 所以不管你是租房子的 你是繳房貸的 年輕人都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負擔 那這裡面我們認為 我們建議 應該擺在最優先順位處理的 房貸就是 你可以說房貸是為了個人 租房子也是為了個人 但是這裡面很重要的是學貸 學貸具有外部性 以及公益性 就是說 學生的學貸其實 是讓這個社會 可以產生 更優質的勞動力 然後才可以負擔 這個社會的各種 退休老生 舉出的關鍵 對於學貸 應該要優先前面 這個是我們今天 記者會的主張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智庫 都也讓我們強大一致 為我們的說明 好那接下來 我們邀請到 經濟民主聯合 新聞紀事務部主任 盧佳安 來問我們進一步的解說 各位媒體大家好 剛剛賴醫師有提到說 台灣39歲以下青年 有65%都有負債 那其中呢 負債最大中 就是以學貸為主 我們去搜 去法院的判決系統 以求行為關鍵字去搜尋 總共可以查得 7萬9千筆的資料 那這筆資料呢 就是等於說 在地方法院以及檢疫庭 的支付命令 就有7萬9千筆 那其中呢 債權人是台灣銀行的 就高達99% 那這個數字也代表說 現在還有近8萬人 就還不出學貸 然後會被銀行 向法院申請 合發支付命令的 那既然99%都是台灣銀行 都是這個放在 財政部持股的台灣銀行 那今年8月的時候呢 美國總統拜登 他宣布要特赦學貸 那讓符合條件的資格者 可以延後他的貸款期限 減免貸款優惠 預計有2千萬的學生 可以減免學貸義務 那其實在台灣 就如剛剛提到的 還有近8萬人 也還在學貸的負債裡面 那我們認為 假設以一個私立大學學生來說 他一學期包含租租費 大概有8萬元的貸款 那以4年8學期來計算 他畢業以後 就要背負大概60萬的貸款 那以10年去計算 他攀比 來環牆這筆債務的話 他畢業以後 每個月要將近負擔5千元 那從2021年勞動部的薪資的資料顯示說 大學剛畢業的學生裡面 平均薪資為3萬塊 那其中有四分之一 只有最低工資 也就是說 私立大學的學貸 正在畢業以後 扣除他還款的學貸 他每個月可能 只有2萬塊的生活費 就是他實際 可能可以 花在他生活上的費用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邊 開記者會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正視 青年現在面臨的經濟壓力 重新檢討財政的政策 是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玉萌 就如家安剛剛所說 在台灣將近8萬人 目前還不出學貸 這個問題其實在台灣並不是少數 在台灣過去本身 就因為高校快速的擴張 在台灣有6成5左右的大學 都屬於私立的大學 公私立大學在台灣 本來學費的內容 就長期的不公平 造成了到現在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年輕人 他在讀大學的時候 想的並不是未來他在畢業之後 要追逐夢想 想的是如何償還學貸 一畢業就要背負6到70萬左右的學貸 到他畢業之後加上房租 他的生活費 他一天的餐費 獲取不到200塊錢 這在全台灣也並不是少數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兩年的期間 因為疫情 也因為烏爾戰爭 造成台灣的社會也遭到了影響 我們在台灣看到 房租不斷的在提高 我們看到物價也不斷在提高 這兩年 政府有非常多的紓困的措施 也有很多 針對年輕人 大學新鮮人 因為現在通膨 因為現在就業市場不穩定 所以祭出的相關就業媒合的方案 但是我們卻沒有看到 政府對於年輕人 對於大學畢業 對於研究所的畢業生 最大的壓力 也就是學貸 有任何檢討的措施 過去大家討論高房 高房價 討論 學貸的壓力 討論 工時 討論 薪資 非常的低 但是在這兩年的期間 社會其實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對 年輕人其實在過去 我們提出了非常非常多 對於就業市場的媒合 對於在這兩年 有任何對於年輕人特別的紓困的補助 但是我們看到 政府並沒有對於年輕人 對於大學畢業生 提出特別的方案 而今年 我們看到在立法院 終於 有不分黨派的立委 一起徵務對我們現在的 稅務超徵的這個內容 提出 對於民間 不論是發券 不論是對於現今的救濟 有不分黨派的認同 那我們也希望在今年 既然有不分黨派的立委認同 行政院應該要研擬相關的方案 對年輕人 對於大學的畢業生 有特別的補助 因為在這些年輕人 其實是社會未來的中間 但是在一畢業 就陷入了貧窮陷阱之中 所以我們希望 今天特別的站在行政院前面 對於政府來喊話 希望重視年輕人的聲音 而重視社會上面 年輕人未來追求夢想的權利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育萌理事長 為我們的發言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經驗朋友 一畢業 就陷入了債務的循環當中 好 那接下來 我們邀請到台灣學生年會的秘書長 黃庭偉 黃同學 來為我們發言 好 各位媒體先進 然後還有在場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黃庭偉 我們在政府的公開數據上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國雖然在稅額上面超增了許多 但受僱者的薪資 在GDP的比例卻是歷史新低 尤其在物價指數仍然在上升 然後租房市場 學貸等等的壓力 依舊艱巨的情況下 青年族群面臨的狀況 其實是資本主義社會中 多重因素下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 那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 其實台灣或是全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 隨著資本的集中 越來越有 越來越難 有靠著讀書就可以翻身 就可以改變自己社經地位的狀況 那 呃 隨著這個租物價格的飛漲 物價的提升以及學貸的壓力下 青年時越來越難以 在這個社會生存下去 面臨世代之間的 所得分配極度不均的狀況 我們要預請政府部門 拜託好好的面對青年世代 所面臨的挑戰與需求 我們在突出社會的時候 就已經負債 伴隨著這些人而言 高昂的物價與房價 如何才能讓青年 對未來感到有所期望 我也差不多該畢業 身邊有許多的朋友 都面臨著 出出社會的生活困境 學到也成為他們 進入社會的一大負擔 我們必須要背一筆 可能要還好幾年 甚至十幾年 才有辦法取得一個 有機會在社會中生存的學歷 這顯然不是一個教育 作為翻轉社經地位 所應有的可能性 應有的樣貌 英國近期以來 其實已經出現了多起 因為薪資的調整 跟不上通貨膨脹 而發起的罷工 我們不希望在台灣 會看到 人們必須要被迫 為了自己 有辦法在社會上 生存下去而罷工 而集體出現在街頭上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面對 現在 所得分配部軍 對於青年族群 對於勞工族群 所帶來的 極大的壓力 如果說我們經濟是成長的 請讓年輕世代 有機會能夠加入 為國家經濟 做出更大貢勸的行列 請讓年輕世代 對自己 以及國家的未來 有所期待 減輕青年的負擔 讓下一代保有動能與信心 有能力可以進入社會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台灣學生聯合會的秘書長 請因為 為我們說出許多青年朋友 以及青年活動者的心聲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將會遞送陳情書 給行政院的代表 行政院的代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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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怎麼稱呼 許三義 那個許三義你好 好 那一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陳情書 那希望許三義 可以轉到我們 許多青年朋友 還有明天團結的心聲 希望大家呢 可以 好好的來共享 這個經濟成長的果實 好 謝謝許三義 好 謝謝許三義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再繼續喊一下 口號 稅收超增4千億 稅收超增4千億 七年學貸要減免 七年學貸要減免 好 那我們這個 今天的所有的 朋友們已經發完完畢 好 那想請問 美濟的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的計程會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來參與的夥伴 也謝謝各位美濟的朋友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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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